随着巴黎奥运会脚步的日益临近 全球体育迷的目光再次聚焦于这场体育盛演之上 而在这场汇聚世界精英的舞台上 中国代表团无疑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之一 在众多备受期待的运动员中 跳水界的璀璨新星全红蝉 以其非凡的成就与独特的个人魅力 再次成为了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全红蝉这个名字在短短几年间 已经从中国的一个偏远乡村 跃升至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央 年仅14岁时 她便在东京奥运会上以惊人的三跳满分 毫无悬念地摘得了女子十米跳台的金牌 不仅为中国跳水队在天辉煌 也让自己成为了全球体育迷心中的跳水衣姐 五个世界冠军的头衔 对她而言既是荣誉的象征 也是不懈努力与坚持的见证 尤为感人的是 这位年轻的冠军背后 还承载着为母治病的深情厚意 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人 成为了自强不息 孝顺懂事的典范 然而 当全红蝉踏足巴黎 这位跳水界的巨星 并未因荣誉加深 而显得高不可攀 反而以她纯真可爱 接地气的一面 再次赢得了大众的喜爱 抵达奥运村后 全红蝉展现出了小女孩 天性中对毛绒玩具的喜爱 她的书包上挂满了 各式各样的毛绒绒挂件 这一幕不仅让人忍俊不禁 也让人感受到 她内心深处那份未敏的童真 尽管这些挂件 或许真的让她的书包重如小山 但在旁人眼中 这更像是一个小女孩 对世界美好事物的 简单追求和热爱 而非刻意为之的负重拉链 马来西亚选手 罗迪奇的偶遇与跟拍 更是将这一温馨 又略带搞笑的场景 推向了高潮 面对罗迪奇的镜头 全红蝉的反应既真实又可爱 从最初的无奈 到最后的你 有病吧的反击 这一系列互动 不仅展现了她的帅真性格 也让人看到了她在赛场之外 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 会笑会闹的普通女孩 这样的全红蝉 无疑更加立体 更加生动 让人不禁更加喜爱 当然 作为即将踏上奥运征途的运动员 全红蝉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与责任 在周济鸿教练的严格指导下 中国跳水队一抵达巴黎 便迅速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 全红蝉更是以身作则 即便是在周车劳顿之后 也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训练中 那分对胜利的渴望 和对梦想的执着 让人动容 在此背景下 全红蝉的挂件事件 虽然看似轻松挥谐 实则也提醒我们 在关注运动员赛场表现的同时 也应给予他们足够的私人空间与理解 毕竟 他们也是普通人 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与情感世界 而全红蝉用自己的方式 向世界展示了运动员的多面性 让更多人看到了运动精神之外 那份属于青春与梦想的色彩 感谢观看